人间苦空无常, 远世人不分你我, 丙足安然脱迷, 众世尘道。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申子智库》里面的《珠书食礼》第八集。 这一集我想讲回文艺复兴之后所影响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 这位诗人是英国的一位著名诗人, 也被女皇被封了, 有个名誉加娶了。 这位诗人的名字我相信大家都会议述不长, 他是Albert Tannison, 实际上我应该称他做Albert Lord Tannison。 他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 他受到Romanism的影响, 欧洲的浪漫主义。 尤其是在他爸爸来世之后, 更加会显示到他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他在世大约有82岁, 他出生于1809年直至192年。 他在世大约有三个学校的诗人, 他在世大约有三个学校的诗人。 今天我要讲他的一首诗, 就是这个。 他一样有讲到海和星星, 大家都明白了, 星语, 比如说中文, 唐诗也好, 宋词也好, 都离不开。 诗人, 其实我越来越发觉, 无论中英诗也好, 西方的诗, 或者是中国的诗词, 都是离不开景物, 可以是自然界景物, 花, 天气, 季节, 还有诗人的感觉, 人物, 一些。 还有一些, 还有一个类型的, 例如一些戏名, 瓷器, 或者一只杯, 看到一只杯, 那只杯盒被泵了, 他又会想起一些诗意, 你知道诗人的想法是很, 怎么说呢? 很忧伤, 或者他当时很开心, 都会反映在他的作品上。 他们会比较, 幽有寡断, 触景相情, 很多很多, 你可以感受到的写诗。 这首诗就跟上次那个, 这个 Sea Fever by John Nashville 那个, 就不同的, 那个就很有理想, 因为他很想很想, 有海的枯罩, 他就很想到海, 因为他曾经做过水手啊, 这样, 在那些商船里面, 大大隻的, 然后又去做, 在纽约那边, 有做过那些, 在那些, 在那些, 地尖店也做过东西, 所以他们那种Style有点不同, 和这位私人所作的, 和大家受的教育也都不同, 虽然两个都是有颜头的, OK? 那今天呢, 这首呢, 就是, 那个, 那首诗呢, 就是, 那个, 那个, 那首诗呢, 就是, 那个名字呢, 就叫做, Croasing the bar, 那Croasing the bar呢, 它里面讲什么呢? 就是, Sunset and evening star, And one care call for me, And may there be no moaning of the bar, When I put out to sea, But such a tide as moving seems asleep, Too full for the sun and fall, When that withdraw from out to barn asleep, Turn the side, turn the game home, Twilight and evening bell, And after that the dark, And may there be no sadness or farewell, When I embarked. For though from out, Outbound of time and place, The flood may fear me far, 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sed the bar. 那, 那你可听到, 那, 你又可以看到他的蝦蚊啦, 那那还有啊, 那, 那, 那么…… 那, 那么 你可以看到, 那么, 那么, 那么一个零嘴, 那么, 那么那个, 那么�ефont answers, 那么, 那么, 那么它, 那么你看到, 那么零嘴, 啊 那么编像了, 那么, 那么, 那么…… 你可以看到,他说到海,说完海之后,他说到潮脏,潮退,一直在移动,好像睡觉,摇下摇下摇下 而且,他还可以听到那些海浪的声音,尤其是海浪撞到那些泡泡的声音 他连泡泡那些,当然,我相信那时候比我画的很静,他就可以连泡泡的声音 泡泡其实是奇迷浪的声音,诗人说抽象一点,比较extract 他说到连泡泡,浮出泡泡的一个画面,记住一件东西写诗,还有一个影像,一个画面 又看到一件事,他就可以说到,亦都是一个时间要回家 那之后就没多久就黑了,一天 亦都说到就是说,离别那时,他就说他 farewell那时,是没有 sadness 完全一些伤心都没有的,不过他离开那时 那也都可以说到他的时空,时空之余,也都说到说,如果那些水是一个floating的,即是一个水涨,一个泛滥的,那就可以带着他,将他冲出去很远那里,带他离开那地方 那他真的很想和一个priler,face to face,大家都看到面 那可以看到,这首诗,其实诗人亦都是有一些寄望 但这种寄望,记住一件事,我们欣赏作品,每个人都是同一首诗,或者同一首词,不论中诗也好,英诗也好 或者是一些其他意大利的诗人社,或者是一些法国诗人社的东西,他们都是有一种画面,颜色,声音 就是好像我们看到一幅现在的米芝莲,一碟新的菜式在那里,我们可以幻想到,甚至可以幻想到一些音乐在里面,是做背景的 那其实这首诗,我觉得是真的可以慢慢弹的这首诗,是一首很美,很美的诗 有人曾经将这首诗可以唱出来的,但是调子是怎样的呢? 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演绎,不同的方法去唱,可以用低音,可以用高音去唱 不知道大家对这首诗的感觉会是怎样的呢? 不过无论怎样都好,Anyway,阿Kim也想在这里跟大家讲一声,就是说 在接下来的我们这个六月底,到这个七月头,我们都会有六六续续有不同的中文历史, 中文历史班,中文班,文学,英诗,诗词,诗词,各种文学班,即英列,都会去六续续续续开班 现在,可以接受报名或查证的,那查证电话是54003500350059003500,我们有同事会接听你们的电话 如果大家有兴趣,希望报讀这些课程,我们都会在课程程之下,我们都会表现出 这个费用也不是贵的,是有四堂的 就是一星期上一堂的,每一堂是有一个半小时 中间我们的导师就会跟大家去分析不同的诗 和也会解答各位的问题 也会有些是很interesting的一些clause 有些比如说Hebrew,比如说希腊 或者是一些文化各方面的东西我们都有的 而船带提了,地点是中上万区的 视乎报道人数有多少,我们决定是用哪个场合作的 那今集是讲到这么多 那大家如果是对这方面的节目是有兴趣的 尤其是我们这个珠珠食礼的,或者甚至乎的 都希望大家subscribe我们的金生子官方频道的 在youtube的,在上面 记得更新是官方频道的youtube 那就不会是有其他的频道会放下去的了 那今集多谢各位,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